每次都是我先道歉 哪有 有 我也有些道歉 有 每次都是我先道歉 那這個壽司是代表著我跟劉軒的第一次吵架 是我們兩個一起去旅遊 我們那時候就在新宿 然後這個劉軒他就很堅持要吃壽司 然後我們那時候真的找了好久 最後他就說好吧就這一家 然後我就一轉眼我就 它就是一家回轉壽司 完全沒有裝潢 智光燈又有分亮的那一種 就是很沒有氣氛 然後進去我就看著那個回轉壽司 我就默默的流下了眼淚 可能那次就是比較偏執著一點 但是我也沒有想到就是說 我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你就突然就整個人就很不開心 對 然後後來我真的就是看了壽司 我就真的就說 我說為什麼一定要壽司 I can't believe it 我今天第一次來東京 然後我在這種地方吃飯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次的爭執 對 今天Couple's Wiki 就要來跟大家討論的是 吵架會讓感情更進步嗎 最常因什麼樣的事情吵架 我覺得不外乎三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陪伴的時間 時間規劃 對 然後第二個其實很多時候是講話的口氣 其實事情都很小 然後第三個就是 答應承諾的事情 但沒有做到 吵架時小心 不要犯了這幾種行為 不要談舊帳 對 不要遠慎攻擊 對 比如說什麼 你眼睛這麼小看了就很奸詐之類的 這種事就不要說 因為沒有幫助 只會更折禍對方 我眼睛很小嗎 我在說我 起衝突 絕對不要說這四句話 第一就是 你總是或者你從來不 第二就是 我已經說過多少次了 第三 你冷靜一點好不好 第四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就是你不在乎 不過不重視這件事情 就會顯示說 你不重視這個人 吵架怎麼吵 才是有意義的吵 有意義的吵架 真的是 不要管輸贏 吵架是為了要一個 讓未來更好的共識而吵 我覺得真正的共識的話就是 兩邊都會覺得自己輸一點點 對 但同時又會贏一點點 對 有時候就是當我們有一個共識的時候 我們會說 這是學到一個東西 我們就會 學習 學習 我們家小孩現在也都會說 學習 吵架後 如何求和 對啊 每次都是我先道歉 哪有 我也有先道歉 每次都是我先道歉 真的 好啦 先道歉 其實就是我願意 或者願意和解 不過無論如何 就是我覺得還是 能夠最後有那個 學習 然後還要一定要 擁抱 這樣 OK Peace Peace 沒有吵架 然後那樣子擁抱 絕對有點變扭 真的嗎我覺得還好 你變扭什麼啦 沒有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吵架後真的 就是這樣子抱一下 真的會感覺很不一樣 我覺得吵架會讓 相處更順利 之後感情就會更進步 但是說真的 我覺得吵架一定會有 傷痕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 就是怎麼樣在吵架當中 盡量領事 然後讓那個傷疤 其實變小一點 以後不會變成一個 永久的疤痕 我這邊有很多 傷疤 那再多幾個好啦 如果我是這個男生的話 你當場在一個公眾場合 你能夠放下這個壓力 然後直接哄這個女生 可能證實這個女生要 我是真的覺得這時候 在乎路人的看法 還不如都在乎女朋友的想法 沒錯 這個就是女朋友想要說的 所以她才會選擇在這個地方掉眼淚 沒錯冷戰真的是很恐怖 對耶 絕對不要冷戰 當你冷戰的時候 你基本上你已經堵決掉了任何一個溝通的可能性 我們有時候真的當下會覺得情緒比較激動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We talk about it later 但這個就不是冷戰喔 就說你只是 我需要一點時間去思考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說 還是會說 還是要說 就是說如果對方一直都是用冷戰 其實你可以跟他溝通 你可以跟他分享 你覺得可以用的方法 但如果對方還是一直都選擇 用冷戰的方法來處理你們之間的衝突 你真的要好好考慮 要不要跟一個人繼續走下去 以前我跟劉軒在交往的時候 就有一次她其實講一個話 讓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從來沒有人這樣跟我講話 她那時候跟我講 她就說 我這樣你現在很生氣 但是我想跟你說 如果現在我們兩個都這樣吵架 可以讓我們感情更好 或是你繼續生氣 可以讓我們感情更好 你繼續生氣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不行 我們要不要好好來溝通一下 她不會說 這不會讓我們感情更好 她說如果 我那時候那麼理智 真的耶 你很理智耶 你幹得好 真的 好的想知道更多兩性的問題 如何解決 記得收看LTV Couples Wiki 然後訂閱開啟小鈴鐺喔